台中东市警方凌晨外出巡逻 在超商外发现辖区毒品惯犯的用车 随即下车盘查 结果另外一名嫌犯 抢一旁的巷道开车冲撞远景 远景见状急忙闪开 也立刻连开四枪反制汇集 警方巡逻下车盘查毒虫车辆 正要走进一旁巷弄搜索时 一辆银色轿车突然冲了出来 轿车高速冲撞远景见状 立刻朝轿车连开四枪 事发在凌晨三点多台中东市东南路上 警方巡逻发现毒贩的轿车就停在超商外头 不过车上没人 远景怀疑在一旁巷口交易 踩高靠近一辆轿车突然使出冲撞远景 远景急忙闪开还是造成膝盖受伤 警方事后搜索毒虫车辆 这是让查获毒品吸食器及电子棒秤 并在现场带回陈锡女毒贩进行证讯 至于冲撞远景的嫌犯一路往苗栗转逃逸 警方依据车牌权力最集中 介绍部纵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